今天下午總統馬英九跟媽媽監督核電廠 聯盟進行面對面的座談 而面對核電安全還有核廢料處理 以及核電廠斷燃處置等等的各項質疑 馬總統除了指示三官部會首長 要跟民間團體成立對話平臺之外 也要求核安的檢測資訊都要公開透明 馬總統率領部會首長和媽媽監督核電廠 聯盟及學者專家代表 針對核四問題面對面交換意見 討論相當熱烈 比原定時間延長了近一個小時 核安仍是宇輝代表最關切的問題 核廢料的處置是否帶來健康威脅 現場有人質疑 南宇輻射檢測站設置 可以離核廢料棄製地隔了三座山 才造成檢測值低於阿里山 馬總統也有疑惑 我一看為什麼藍雨這麼低 那我看到阿里山比他高 你怎麼選的 選的理由是什麼 你在測什麼 現在全國有三十八個政策站 每五分鐘update一次 假如有任何真的是不確實 原能會主委蔡春宏說監測站的輻射監測值如果不正確 他會下臺負責 但是馬總統請原能會儘快提出監測站選址報告 化解人民疑慮 對於地震如果引發海嘯 核電廠是否能撐得住 原能會已經要求臺電加作 並且提高海嘯強的設置 但是包括安檢 設備的增加 與會代表認為核電成本不斷提高 是否應該立即停建核四 經濟部長張家柱直言 不可能 總統馬英九最後指示 相關單位應該儘快提出報告 並且公開資訊 政府機關和臺電 要做好資訊整合和公民團體建立核四 對話平臺 以釐清大眾疑慮 記者王岐路 許啟豐 台北報導